大家好,今天我们讲新加黄龙汤 那新加黄龙汤呢,是在黄龙汤的基础上养变而来的 它是在黄龙汤基础上去掉了 止食后补,增加了蒸叶汤而养变来的 蒸叶汤的组成呢,比较简单 就是帝皇、祥神、麦冬,这三个药 它可以止饮补叶,所以叫蒸叶汤 新加黄龙汤呢,它的组成是生地15克 钢草6克,人生4.5克 大黄9克,盲销3克 香生15克,麦冬15克 当归4.5克,海生两条 酱汁6勺 它的功效是可以止饮益气,卸节卸热 主要用于呢,热节礼食 气饮不足 病人表现有大便密节 腹中胀膀而硬 生疲少气 口干舌燥 唇裂舌胶 舌苔胎焦黄或焦黑燥裂 这个呢,说明它这个阴虚到极点 就是非常肝 病人有生疲乏力 也就是它气虚 属于气饮脸虚 然后再加上大便密节,腹满而硬 这个呢,是它内有食,有热,有这个食节 所以呢,治疗当然就是 滋阴义气 然后谢节,谢食 本方以调味成气糖为主 调味成气糖呢,它有大黄芒小河钢草 它主要是缓下热节的 本方以大黄芒小,淡滴肠胃 泻热通辅为军药 人生当贵,补济养血 为成药 生地相声脉冬为增业糖 可以滋阴润 刚草一气合中,又辜负胃气 又能缓解消黄的这个腺下的力量 本方的泻热通辩,又能一气眼淫 去血和浮证,并用 属于公补见识之际 顺用注意,本方的含量要比较多一点 所以,冷积便秘要顺用 好,新家黄龙糖就讲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我们再会